为了带给正向各老人会的长辈们 有个交流连理展现才艺的机会 祖山镇公所规划了 全镇老人才艺场清成果发表会活动 当天许多长者都用心准备 带来了精彩表演 而日后公所也将会持续办理多场活动 带给长者们更多的欢乐 那在之前呢 都是由各老人会他们 轮流来办理 可是因为 这个经费上 各老人会会比较难负担 所以就是由公所来组 也让各个老人会他们在才艺上 平常都在办一些研习课程 都可以借这个时机 一起来展现给其他老人会 让大家互相增长见习 我们其实上这个活动 我们一年会办三季 那三季上我们也都规划 不同的活动 一个是成果表演 那我们也有 未来也会规划区威竣赛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老人文康的一个联谊 活动当天 仙女友好也专程到场关心长者 并希望透过竹山镇各界的协力下 打造出一个合适长者生活的环境 让长者们退休生活更加欢乐 竹山是一个非常重视 还需要让我们老人能够乐活 还能够开开心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我们名义代表 或者是包括政府机关 能够一起来协助 我们老人会举办活动 让他们走出来 和大家聚在一起 让他们就不会老 就是很年轻的 健康十八年 先远餐门而感谢各老人会的用心经营 并表示会与工作持续来努力 为长者们做更多服务 让他们享有更好的福利 在竹山能有快乐安逸的老年生活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老人会 我们在理论团队 理工师团队都很用心 都用心在整个每一项层的库定 很感谢到我们理工师团队的用心 孟儿和我们的工作也会共同 努力来为老人会的事件来做事 孟儿会经常说 只要需要我 我一定会专力与佛来为大家的服务 议长和尚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让长者们有个展现才艺交流互动的机会 也鼓励长者们有时间都能够参与各老人会的课程活动 让退休的生活更加精彩丰富 身心也会因此更加健康乐活 记者卢依凯竹山采访报道